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我們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治療疾病就好像站在一條岔路上 走錯一步就必須繞遠路 今天就讓好辣醫師團來告訴大家 就醫應該注意的事項 好辣軍團要分享哪些 自身的就醫經驗呢 值班小護理師 武雄 嗨 大家好 做得這麼詳細的圖卡板 這個厲害了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細細的討論 我們這樣的行為是能夠幫疾病 更好的恢復 還是你做錯一件事情 一個小細節就讓它變得更嚴重 這就是民間那些傳說嗎 還是說 真的 來 我們先討論這個 我們請教醫師 大家也跟我們來探討 上一個課了 譬如說 測排卵日 免疫出現在第二天 一個病人還跟我說 我這個買了排卵柿子 測這麼多個 都沒有懷孕 浪費這麼多錢 我說你什麼時候測 他說我 我說那你測了一個禮拜 結束就 都沒有排卵就結束對不對 你都不用以後就剛好排卵了 所以你全部的錢都浪費掉 因為他沒有概念 他不知道 那當年沒有APP 現在APP比較容易 那我就跟他說 你要知道排卵的原理 是在 可是你的週期要很穩定 否則你算不到 對 那你沒有辦法這樣算的時候 就是安全期計算好是這個原理來的 那我就說 你每個月有沒有幾天 內褲容易沾濕 他說 有 我說 那一點點濕的時候 就是快排卵了 那最濕那天是排卵的 可是你不能最濕那天測 因為隔天發現又變少了 那昨天就是剛好是 可是過了 所以你就開始變多的時候就開始測了 所以可能第二天 可能第三天 這個原理是我們在測一個 體內一個叫做LH 就是 這個東西最高 突然高起來那一天 那時候的一天之內就是排卵 那因為卵子只能活一天 可是他最容易受孕的時候 只有前半天 因為卵 精子要先去等卵 因為他受孕比較短 你要去等他 你怎麼可以說叫人家 人家美女在等你 那他說 所以男生就變 對 對 不是 年輕人用算排卵日 他二十幾歲的時候 他一個禮拜三次 隨時都中 因為精子活三天 但是你三四十歲 你應酬又多 工作又勞累 結果一個月沒有幾次 不像人家一個禮拜兩三次 所以只好乖乖是排卵日 然後以後不會算 結果浪費很多錢 所以我就跟他說 如果你可以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容易測到 當然最準是 或者是 可是這很麻煩 你天天跑去醫院搞這個 那醫生也被你煩死了 花半天一測 測完回來又半天 再人摳回來已經 來不及了 菜都涼了 瓜哥怎麼有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好像女生早上起來 體溫高的那一天 是不是特別就是排卵 量體溫上升的時候 大部分人是快上 有的人是下降一點點 然後再上去 下降一點點再上去 那一段過程中 就是排卵的時間 因為我們講排卵日 其實並不精準 你應該講排卵時 或者排卵分 或者排卵秒才對 太難了 可是我聽女生講 自己排卵會有感覺不是嗎 沒有 對 沒錯 如果那個已經出來了 會痛痛的嗎 已經出來了 這時候其實卵精蟲 應該要去等他了 但如果老公在上班 摳回來來不及 來不及 所以等你有點痛 又已經 所以我要準備兩個老公 老公在等禪季一樣 沒錯 瓜哥 其實我們講排卵期 其實不是講排卵期 就是這幾天 排卵期到的時候 是跟老公要等他等禪季 沒有錯 你不要亂跑 你不要熬夜 不要睡飽一點 今天有一陣禪季 對 就這樣子 沒錯 你要睡飽一點 你不要亂跑 那這幾天要在家附近 不要說突然跑去出差去哪裡 當然如果說我們測到的時候 很容易就跟他說 就在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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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測的話 你想要自己感覺的話 你可能在年率開始增加的時候 你開始去測 可是測 你可能會測一次或兩次 但是如果你月經結束 或者月經期開始測的話 你浪費很多錢 那個錢一直花掉 可是那時候是不可能排卵的 所以說你可以在測的時候 月經完之後的年率多才開始 開始多的時候你就可以開始測 但如果你覺得錢還可以花 你就第一天就可以測 所以沒關係 有沒有可能他月經完了第一天 就可能就 排卵是 有 如果他是週期只有21天的話 有可能 21天如果他月經來 就來到7天 那第7天就排卵是 所以你不能叫人家寧可 寧可對不對 寧可多花錢 對 不能讓他 但是如果你花了十幾天 測十幾天都沒有 你會心情煩的 不想測了 那時候剛好排卵 我就測30天 這我要問問那個 現在很簡單 現在有APP 你APP快到的時間 你可以在前一天就開始測 所以 有些人還是不會用APP 而且有些人也不信任APP 所以 他不完全信任 因為他的週期太亂 他不太信任 我問那個有生小孩 就好了 你當初怎麼有兩種 你很準耶 我跟你講我剛剛聽鄭醫生講 我真的覺得我的天啊 我真的是受孕神器 我怎麼會 你都沒做這些什麼兩種 我跟你講 我第二胎的時候 我非常忙 我在拍戲幹嘛 我跟我老公 而且好幾個月沒有 就那一次就中 是不是很神奇 那是小孩注定要來的 對 師傅覺得太神奇 對 拿腰空氣 我本來是一個生理週期 非常準的人 非常準 可是上個月 晚了三個禮拜 都還沒來 我嚇壞了 因為我還沒有想要當媽媽的 那個 妳也懷孕了 對 我超害怕 我立刻衝去婦產科 然後驗了沒事 然後醫生說 我有可能是 壓力太大或是怎麼樣 結果我想一想 影響 對 好像真的是 因為現在有一些藝人在家休息 是看不到未來工作 對 所以壓力情緒上 是隱隱約約都會有 對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是因為這個壓力大的話 那還好 我是因為打電動壓力大 什麼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要去參加一個比賽 我跟謝潔玲還有蘿莉塔 我們要組一個戰隊 我們要去比賽 每天打電動 然後打到壓力超大 然後我突襟 醫生開黃體素給我吃 他說你吃一個禮拜一定會來 結果我吃了一個禮拜還是沒來 我想說是不是那個 你進來上班來了 我想說是不是那個柿子有問題 我是真的懷孕了 結果我又再去測 還是沒懷孕 然後醫生看到我說 你還沒來喔 我說還沒 他說那我這次換另外一種黃體素 給你 他說這個你吃完再沒來 你就是只跟我問題 結果還好吃完來 結果來三天就走了 就我人生就那一次我真的很害怕 你還在繼續打戰鬥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個比賽取消了 天啊 現在反而輕鬆了 我跟你講公布那個比賽取消的那一天 我月經就來了 壓力 還是不要參這種比賽好了 到現在我們明天都好順好準時 那接下來看 腹部超音波喝水之後 一般大家都會想說 腹部超音波照一定要空腹 一般都說要空腹八小時 原因是因為我們要 那照膽囊就是你要空腹八小時 讓那個膽子把那個膽脹大 才看得清楚 可是有時候我們 不是只要照膽囊 我們超音波可能要看肝臟 看其他器官 那有時候反而 就不是要空腹做 我講個案例給大家聽 以前我在當住院醫師 遇過一個五十幾歲男生 他就是不明原因上腹痛 痛兩三個月 然後體重下降 大概這個三個月就瘦了七公斤 所以他就來我們醫院做檢查 檢查就胃鏡照下去 其實全部正常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老師幫他看診的時候 就說這個病患要做腹部超音波 超超音波就是肚子都很多脹氣 我只能看到一點點肝臟 那其他膽囊看得到 但胰臟我是完全看不見 這個時候老師就厲害了 就教我們學生絕招 就是說你叫他去喝水 灌白開水灌五百CC 然後你叫他去旁邊坐十分鐘 然後你再給他照 然後我就照做了 結果他喝完水 我再照 胰臟就看見了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超音波 是不能穿透空氣的 那他很痛 脹氣很多 我們叫病人灌水以後 就把胃裡面的空氣 稍微把它擠開了 擠開以後超音波 就透過這個水就可以穿透 反而這時候看到很清楚的胰臟 結果因為這樣發現 他胰臟居然有長一個 1.8公分的腫瘤 對 反而就找到原因了這樣 治療痘痘月經前一週 也就是說最好時期是 月經的前一個禮拜 去治療痘痘是最佳小 那男生怎麼辦 這是指女生 對 男生沒有月經就 當然是沒有 治療痘痘 男生是看你的另外一半 月經來前一個禮拜 我先講一個案例 我有一個30歲左右的女病人 然後就是她每次 這個生理期前後 都會長非常多的痘痘 然後那其實在那個月經 前一週的時候 我們的黃體肌肤就會開始飆升 所以她就覺得說 譬如說我7月8號月經要來 我7月1號她皮膚開始出油 毛孔出大 然後痘痘又開始長很多 大概一邊都會一次長2 30顆 那臉頰又大又紅這樣子 所以她就很困擾 但是這個月經前後又很會長 但是好不容易長得長 長到快消了 下一次月經又要來 又開始長 我就跟她說你不要等 你真的痘痘很大顆 你才來找我 你看月經前7天左右的時候 其實你的黃體肌數開始飆高的時候 你的痘痘要開始長 開始要出油 因為我們的黃體肌數會刺激 皮脂腺出油 這時候就要趕快來 趁她還小 就是算是生理痘 那這種的其實 你只要在這個時機點 很多人會等 等她痘痘成熟 等她比較多 看一次比較划算 對 其實這是錯的 就是小痘痘 就要趕快來 而且擠壓比較有成就感 對 就是擠會爆開那種感覺 但其實是不鼓勵很容易變痘疤 那我就跟她說你試試看 這一次譬如說你算一下 快來的時候 你就要趕快先來治療 那甚至你自己居家的 像很多人現在不能出門 你的保養品 你在這個月經前七天的時候 你也可以調一些 比較控油的 比較清爽的產品 其實她也會有一些幫助 那我有跟她講以後 再加上我們幫她開藥 擦藥 其實她痘痘就控制的 這個生理期相關的生理痘 就控制得還滿好的 那一般民眾來 妳會這樣跟她講嗎 女生 也會 也會 對 我們都會問一下 因為女生大概 尤其是三十歲上下 已經不是那種十七八歲的 青春期的痘痘 很多是跟壓力跟這個生理週期 是有相關的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